哈喽大家好,我是司徒雪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芳疗知识是 怎么样调配精油和决定它们的溶度呢 经过之前的视频分享 我想大家也认识到要稀释精油的重要性了 可是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稀释精油 还有去决定精油的浓度 而成年人、小孩子、老人家 他们的剂量是不是都一样的 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稀释和控制精油的安全剂量 我们经常都说,精油就是植物的高浓缩精华 其实有多浓缩呢? 我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 在市面上我们一般可以买到15毫升的纯柠檬精油 原来就需要用到70-80个有机柠檬皮的量 才能压榨出来的 每15毫升的纯薄荷精油 就需要用到大约一磅重量的薄荷叶 才能蒸肉出来 我们都很喜欢的玫瑰 其实它一滴的玫瑰精油 大概就要用到150朵的玫瑰花 才能生产出来 像这么高浓度的精华呢 如果直接就用在我们身体上的话 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 还有刺激皮肤 所以要必须使用植物油去稀释 才可以安全的使用在我们的皮肤上 大部分精油它都会有皮肤刺激性的 我先来举一个刺激性很强的例子 可能你们不知道 用来盛载肉桂精油的瓶子呢 每三个月交换一次 那是因为肉桂精油呢 有着非常强的刺激性 它会把瓶子里面 塑油胶的内塞溶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 像这类这么高刺激的精油 如果直接用在我们皮肤上 可能它只要异地 就会造成我们皮肤作伤哦 那我再举一个百里香精油的例子 因为它含有氢染化学成分 粉类的含量特别高 所以如果它直接使用的话 不仅会刺激到我们皮肤 还会有慢性中毒的危险 所以我们在西式精油的时候 还要需要符合它的安全剂量 西式精油的重要媒介 就是植物油 我们常用的植物油有 可可巴油 甜心人油 玫瑰纸油等等 而在实际的运用中呢 我们还要依据不同的需要 并且考虑到我们个别人士的 一些生理状况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精油 以及植物油 接着呢再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 我们再调配好 等它们充分混合之后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之前呢也有朋友问我 那要等它们充分混合 到底要等多久啊 像这样的话就要根据 精油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了 一般呢是从5分钟到24小时不等 如果要达到最好的保养效果 我会建议调配完成之后呢 放一个网上 或者等24小时之后 才开始使用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些调配好的精油呢 可以发挥到最好的状态 再来 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是 到底多少剂量才是安全 那首先我们就来谈谈 什么是安全剂量 像一般正常的成年人 在身体使用精油的浓度 可以去到2.5%到3% 也就是30毫升的植物油 加入15到18滴的精油 如果是局部使用精油的浓度 可以去到5% 也就是30毫升的植物油 加入30滴的精油 在我们脸部使用精油的浓度是 0.5%到1% 也就是30毫升的植物油 只要加入3到6滴的精油 就足够了 小孩子的部分 如果是婴儿的话 我们优先会使用唇露来处理 如果急救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1% 如果是儿童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2% 老人家因为他的身体比较瘦弱 所以我们用的量是2%到2.5% 以上都是安全的剂量 我们同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不用植物油 而直接100%的纯精油 加在身体上 那这样子我们的肝脏 又承受多大的压力 要多久才能把这些精油 去代谢出去呢 方向疗法中呢 也有很多的派系 我们可以常见的是 英系方疗 法系方疗 德系方疗 澳洲方疗 不同派系的方向疗法呢 都有着他们各自的特点 尤其是在精油使用浓度的问题上 像英式的IFA方疗 他在建议调配浓度上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特别适合方疗初学者 自己在调配上做一些参考使用 但其实现今的社会上 很多的方疗师呢 都不单单是只学习 某一种派别的方疗 他们都会跨派系的去学习 去取长补短 而在调配的剂量方面呢 也会因为个人的情况 身体的部位而有所改变 事实上 方疗师对某一些治疗 比如一些急症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提高剂量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用到高剂量的话 就一定要请教方疗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 点赞和分享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 关于方疗上的小知识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